对于看在淡宰岛有非常多颗蛋子 并且淡宰岛是我们每个蛋子的家园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园中细细打闹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我们熟悉的淡宰岛 它其实是一个水下世界 众所周知 淡宰岛非常的好玩 如果您也喜欢在淡宰岛中玩耍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找出了淡宰岛是水下世界的证据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淡宰岛中间 它喷射的喷泉 喷泉中可以摸到鱼 但是如果你们仔细看 就会发现鱼它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们随手这么一抓鱼 它就出现了 很显然这条鱼 它其实就游在海中 它在我们身边 所以我们才能一下把它抓起来 不然它肯定不会到我们手中 并且还有第二点 在淡宰岛有非常多个水母 而水母属于鱼类 它说过离开水 肯定就会嗝屁死亡 但是这些水母没有死 它玩得很好 你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正在玩耍的水母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并且第三个尤为重点 我和学姐发现在淡宰岛的外侧 有很多水母 水母飘在了空中 而我们看它的下方 就会发现正是蔚蓝色的大海 所以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淡宰岛 它其实是一个水下世界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